編導編回關以後的重點心得可能會有很多的劇通內容 請大家深入觀察 如果想先了解電影背景的無雷介紹可由上面的連結進入 等了好久的刺客教條終於上映了 不知道大家看過了沒 這裡就來跟大家聊聊個人的觀後心得吧 故事的開始是由刺客阿基拉以及一群西班牙的刺客密謀行動前的一次聚會作為序幕 歷史發生的年代是在西元1492年 而現代故事的軸線則是由科倫鄰居小時候目睹父親殺害母親的過程開始說起 然後接著時間便跳到30年之後年代是2016年的10月 表面上科倫是因為殺人罪而被處死 但事實上卻落入Abstago公司的手中 被迫參與Elimus的運作計劃也就是基因基因追溯的執行計劃 在這裡由於時間設定在2016年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的Elimus比遊戲中幾代的Elimus還要先進的許多 包括在脊椎直入控制器來連接系統 使用機器所被懸壁式的結構來達到展現4D的VR效果 使用者可以隨著古代記憶裡面的動作靈活體及時同步反應各項 甚至是可以粘低投影記憶裡面的影像 所以旁邊的人其實也可以清楚地了解記憶裡面發生的事情 這些設計其實都是相當酷炫的科技表現方式 但是老實說 作為一個聖殿騎士團這麼重要的研究單位 而且裡面拘禁了這麼多死對頭 刺客兄弟會的成員後代 裡面的寶拳與維安似乎是差了點 不但是大家好像隨時都可以拿到武器似的 就連主角連線Elimus的時候 都還幫他配戴一雙袖劍 而且事實上袖劍對於連線應該是沒有什麼功能上的幫助吧 古代故事軸線的劇情相當刺激 動作與畫面都做得蠻道地的 看到飛影翱翔各種跑酷鏡頭 刺殺追逐一系列的動作畫面 各位刺客迷們應該都會覺得相當開心才對 而電影裡面重現的古代賽威亞爾城 也是相當不簡單的事情 城市地標賽威亞爾祖座教堂 所在地獄原本是一座清真寺 在1401年開始改建成新教堂 一直要到16世紀之後才完工的 電影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那個年代大教堂還是在新建的樣子 這些都是可以看得出來製作單位相當用心的地方 1492年是西班牙歷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年 電影選擇這一年作為回縮的時間 其實有相當大的意義 當時是屬於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時代 除了天主教政大力剷除異教徒的同時 在當年的1月2日 格拉納達的最後一位蘇丹投降摩爾人 在伊比利半島的統治結束 西班牙的天主教政權重新收復整個領土 在這些重要歷史的事件背景之下 用來安排刺客與騎士團的紛爭 是再事而不過的事了 所以可以看到 柯倫騎士回到1492年 就是正好經歷了祖先阿基拉 協助蘇丹丸穆哈莫德12世 對抗聖殿騎士團的過程 同樣也是1492年8月3日 哥倫布出發航向新大陸 接著在同年10月12日 也就是發現美洲的日子 哥倫布抵達美洲巴哈馬群島 所以這裡相當有趣的設定 哥倫布也是刺客兄弟會的人 阿基拉最後將搶到了蘋果 托付給他保管 而這刻一垫蘋果也就是這樣子 在哥倫布死後隨著他帶進去他的領目 安置在塞維亞主教座堂裡面 事實上電影這段故事與延伸遊戲 刺客教條2探索是屬於同一個時代的 在探索的遊戲劇情裡面 也有解救穆哈莫德12世與哥倫布的任務 不過不管如何雖然有相同的背景設定 但是目前的電影故事是相對獨立的 所以這邊的這顆1點蘋果 似乎也是不同於遊戲中出現過的6顆蘋果 算是另外一顆獨立的蘋果 其實前半段的故事劇情還不錯 但是後面的劇情安排就有點虛了 首先是柯倫由決定自願協助查詢 1點蘋果的下落到反叛聖殿騎士團 雖然可以看得出來 劇情是要表現受到過去刺客的精神的感召所導致的 但是中間的心境轉換給的感覺還是太突然了 2.騎士團大會上的暗殺行動 雖然說大家都知道刺客有偷襲暗殺的能力 但是沒有做到雙方對決的激烈場面 總是覺得不夠力的感覺 而艾倫被暗殺蘇菲亞繼承副業 要對付柯倫這種戲碼 大家聽起來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呢? 欸...這不就是你在黑暗騎士 黎明升起就已經幹過的事情嗎? 3.雖然電影裡面有說過 1點蘋果可以控制人類思想 但是在裡面除了發光 似乎看不出來有展現什麼神奇的功能 嗯...如果說到發光 其實我iPhone蘋果也會啊 而且還有更多的功能 雖然說部分的劇情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電影裡面有一些與遊戲裡面相關的彩蛋 對刺客名來說應該是相當特別 驚喜的安排 例如說電影裡面收藏了遊戲主角的各種武器 以及一些角色是遊戲裡面的某些角色的後代 像是暮殺是刺客教條3 自由死命 裡面烏衣巴蒂斯特的後代 東方女生的角色則應該是刺客教條編演史 中國 裡面名朝女刺客 少雲的後代 總結來說這部電影表現尚可 編劇的部分希望下次會更好 但是對一個刺客名來說 裡面應該是有相當多的驚喜 所以說如果喜歡刺客教條朋友 還是相當推薦去支持一下的 以上就是我的介紹 如果覺得不錯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如果喜歡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就這樣囉 掰